哈喽大家好啊 我是面具男 今天我们来给搭带这个哥里亚巨人啊 他的这个杀椰子这个视频啊 然后今天我想做一个小改变啊 不光要用它来打开一个椰子啊 还要用它来再削几个筷子 来看一下这个k10的钢材的性能啊 好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初始分离度啊 我拿的这是一个跟A4纸差不多厚的一个纸啊 很一般啊 初始锋利度一般 并不是特别锋利的啊 也可以 因为这个纸是比较难削的 这是一个笔记本的一个纸 ok 看一下啊 有点类似于它不像是特别锋利的那种感觉啊 它不像找一个冷缸这种的啊 它它削的特别特别的干脆利索啊 不像嗯不像这种这种刃 具体原因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它开的刃线比较窄的 所以导致刃脚比较大 在削脂的时候 所以说是不太顺畅的啊 好 ok 除止锋利度我们看完了啊 接下来我们的椰子菌 啊 煞椰环节正式开始啊 好 呃 这样吧 好 开始啊 我们看看能不能在使用中发现一些问题 开箱啊 整刀大拼模切削的话是比较舒服的啊 大刀 怎么说呢 一寸长一寸强啊 切东西来说确实要比小刀要快很多啊 整体操作起来的话这把刀也不错 因为它是这个水滴型的这个刀头啊 还是很舒服的切东西 ok 嗯 嗯 不是很锋利啊 能看出来不是很锋利 削的这个椰子有点带小毛边 嗯 它比起冷缸的锋利度和蜘蛛的锋利度 还有蝴蝶的锋利度 来说是要差一个档次的啊 与辛德勒的 比辛德勒好像也要差一个档次 辛德勒削这个也还行 嗯 我可能真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原因啊 因为它下面留的刃 它确实留的不是很厚 但是它的扔脚可能是比较大 原厂刃我没动过 这把刀 拿到之后就削了几张纸简单 试了一下 嗯 嗯 这个锋利度就不要去追求断发了啊 这是不可能的 嗯 但是它应该可以是剃毛的 好脏啊 好 还有一边啊 嗯 嗯 好 看看刀尖的强度 这个椰子比较小啊 这种 这种喝水的这种椰子吧 怎么说呢 水分含量太大 它这个壳给留的太少了 而那种清液的话 清液的话是弄起来比较费劲 嗯 比较难喝一点 OK 所以说我今天给它加了一个环节啊 给它加了一个筷子的环节 嗯 穿刺刚才我们也试完了啊 穿刺没有问题 锁定强度的话也是 没有问题的啊 至少它使用中感觉不出它的锁定的活动来 嗯 有点糙 就这样了 一会我再收拾啊 先看看 把这个椰子削出来 尽量加快速度 因为后期还有一个 其他的一个环节 刚才看一下穿刺 已经把椰壳 由于这个进口椰子的椰壳比较薄啊 可以很容易就把可以把它看 很容易把它可以穿透啊 这是 这个椰子可能是比较好笑 小椰子啊 比较嫩 那总的来说大屏幕啊 用起来啊 还是比较顺乘比较舒服的 嗯 现在我发现了一个 这把刀的一个手感问题 嗯之前咱给它做对比测评的时候啊 就是评测的时候 没有发现这个窝感的一个问题啊 好我们先把椰子放一边 收拾收拾 好可以看一下我的手 对个角 打开一下 看一下这个地方 啊 有几道痕迹 是什么原因呢 啊 是被它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太枕 这边由于开的比较锋利的 可以看看啊 是比较薄的 所以说我在握持在使用的时候 也验证了我之前说的那个手感问题啊 这边开的这个指槽实际上是稍微有点大的 影响后面这几个手指头的感觉 啊 这个时候尤其是中指的时候啊 在握住它的时候 这边 它的这个槽正好会卡到里面去 所以说会对这个手指进行的这个压强有比较大啊 所以看一看 看一下 外来说 长时间使用的话 或者手这个不戴手套的话啊 可能会稍微造成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觉啊 有点疼 挤压的有点疼 因为去做这种切削活动的话 你手必须得握紧刀子 握不紧刀子是很危险的 ok啊 可以看到 小椰子还是比较给低的 因为刀比较大啊 所以三两下就把这个椰子给弄回来了 好 天 ok 好 先把椰子放一边 啊 好 擦一下 啊 简单的说啊 这把刀已经完成了这个 削椰子这个任务啊 削椰子是非常 轻松的啊 对它是非常轻松的 当然我选的这个椰子也是比较好削的 接下来我们再对它进行一个测试 我先把它擦出来啊 以防止它影响这个 测试效果 把上面这些椰子擦掉 因为椰子 这是很黏的啊 有因为还有糖分 注意刃部也要擦出来啊 刃部也要擦出来啊 刃部也要擦出来 已经可以中底关刀了啊 你可以中底关刀了 你可以中底关刀了 其实拿来的第二天就可以 第一天就可以中底关刀了啊 至少我在做视频之后 呃 把玩了几个小时就可以了 因为新到的话 它会需要一个 组成的一个磨合器 哎 有问题 有问题 发现了 OK 出问题了 呃 这是什么原因 内部这个太称的一个螺丝 大家可以看到 呃 松动了 松动之后 它造成给我造成卡到 看到没 把刀片给我卡住了 呃 呃 这是一个松动的问题 因为我之前没拆过这把刀 可能是装配的时候 这个没有拧紧啊 可能没有拧紧 好 呃 竹竹的话 略微摇头 啊 不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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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具体我看应该不是竹竹松的原因 我感觉竹竹没有松动 嗯 竹竹没有松动 好 我不应该使用啊 我们继续进行 把椰子再往一边拿拿 现在我要把镜头再拉回来 好 OK 好 现在啊 我们来 切 削一下这个竹筷子啊 削一下这个竹筷子 就不砍了 因为我这边 如果灰刀砍 灰刀砍的话会 会卡到我这个架子 所以说我就在这里把这个 这四根筷子啊 全部削出来啊 削出来 我们看一下 哦 sorry sorry 一直没在镜头里边 大家可以看到啊 削的还是 细一点的削吧 嗯 很累的 这个这个 这个花 因为这个筷子比较细 握着它是很费劲 啊 确实有点累 没有问题啊 再来一根 哎呦 螺丝掉出来了 是里面的吗 对 这一侧太称的 这个这个螺丝给掉了 差点丢了 我先把它放到一边 这样但是太称没有松动啊 没有松动 没有松动的痕迹 对不起啊 继续 我不敢用太大的劲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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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一会我就收拾桌子了 好 两根完成了 还有两根 大家注意我是把为了测试它的刚才的性能 我是砍进去之后 然后有一个左右摇晃的动作 是有一个翘的小动作 看看它的扔口是靠冲击性 是不是足够 虽然是筷子 但是我选择这个筷子质量还是比较好的 大家注意啊 我大部分都是用在这一块 我在砍 而不是用其他的地方 一会我们重点就测试这一块 就OK了 有点累 因为我不敢把回刀动作太大 回刀动作太大的话 会把我这个架子给打倒 好 哎呀 这个崩子 好吧 大家再观看这一段时间 我建议静音 因为确实声音比较吵 我也没说砍多少刀 反正就是四分块的量 最后的最后这一段 大家可以看到 这筷子是比较实的一个筷子 所以说砍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 OK 结束 好咱先不舒适场面 咱先看看这把刀的效果 我先用肉眼观看一下 然后我再给大家拿过来看 还是在这吧 有灯光 没有白线 有轻微的 有几个地方有轻微的白线 很轻微 非常轻微 用肉眼很难观察出来 看不出来啊 其实看不出来啊 一丢丢白线啊 一丢丢 真的是一丢丢白线 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OK 我再给大家拿个纸 就拿这么点就行了 不撕本子 还是用前段啊 还是原理的锋利度 几乎没什么变化 四根不快的 可能也就 六十刀 六七十刀的样子啊 我感觉 反正是有点 场地原因 有点限制 还行 还行 跟原来没什么小纸 没什么区别 再看咱的椰子军 还是可以的 OK 它没有 绷刃 其实白线 也几乎是 看不出来的 一点点小白线啊 真的是一点点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好 OK 这个 这个叫 对 试试点摇情况 还是V点 V摇 不点 V摇不点 锁定情况 没有问题啊 开盒的话 也是没有问题的 还是中底关刀 其实中底关刀 我觉得不应该 作为一个平的 一个标准啊 不过很多刀友喜欢看着玩意 我就给加上了 OK 没有问题啊 说一下 总体 使用的感受啊 首先 刀柄这边 还是稍微有点小缺陷的啊 我觉得可以再继续改进一下 稍微有点 刮手 这个地方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是比较锋利的 比较刮手的 然后在劈砍的时候啊 没有问题 这把刀很给力啊 由于它的重心 我没测 好像是在后边 稍微有点费劲 砍的时候 但是由于这把刀比较大 长 就是比较长嘛 就是砍起来的话 效率还是蛮高的 对吧 然后总体对这个 K10这个刚才来说啊 是丝毫没有问题的啊 因为刚才我确实已经 用的劲比较大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骑客垫上都被我砍 都被我 能看 拍出来吧 都都都都 砍出了非常深的 几道痕迹 大家可以看看啊 这样看得明显点 这一道 这一道 这有 这有 这 这 可能看不大出来 好 OK 总的来 说一下啊 就是 内部它可能在装配的时候 内部没有加螺丝胶 所以可能是 加上我这几天的 开合把玩 导致它的这个螺丝松动了啊 结果掉出来一颗啊 内衬的这个螺丝 就固定螺丝啊 这边的 掉出来一个 另一边的话没有问题啊 就另一边没有问题 其他的螺丝也没有松动 主轴的话 呃 为了严谨的啊 我给大家测试一下啊 OK 拿一个螺丝 哦 嗯 还行 还行 嗯 跟刚买来的时候 没啥区别 嗯 主轴的话 几乎没变化啊 这次比较 比较不错啊 然后 剩下的没啥说了啊 整个还是比较结实的啊 大概 给一个指导柱特写 这个不就一跳了 看一下指导柱的特写 好 总体来说 这把刀算是通过测试了啊 算是通过测试了 呃 刚才所说的白线啊 白线白点也好 其实这个东西主观意识是非常强的啊 你说它有 对吧 如果我说它没有 可能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可能不会作为就是呃白线 对吧 但是可能另一个人它就会可能认为是作为白线 所以说我卡的比较严 但凡有一点点的小白线 我就给它就是定义有有白线 咱就做到最严谨啊 所以说呃整体这个钢材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啊 那个白线几乎就是又入院的非常非常仔细观察才能看到啊 嗯 怎么说吧 这刚才还是蛮不错啊 蛮不错 整刀的话还是需要有改进的地方的啊 还是有改进需要改进的地方的 嗯 使用感受